疫情肆虐全台有超过400万人确诊 孕妈妈也难以幸免 台中荣总日前就收支一名24岁的陈小姐 确诊了她已经有35周的身孕了 医护团队穿着防护装备 在腹押隔离手术室协助接生 历经4个小时顺利产下 一名男婴蒙子君安 24岁陈小姐今年5月底的时候 因为有上呼吸到症状加上心悸 到台中荣总就医 发现确诊新冠病毒 但她当时已经有35周身孕 而且有自发性产照 医疗团队赶紧将她送往 腹押隔离手术室代产 因为没办法打减痛 所以就是会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用力或者是可以休息 所以就会一直很想赶快把她伸出来 可是因为又刚好确诊 所以胸口会很痛 然后也没办法呼吸 然后那时候就 虽然就是已经有心理准备 当天可能就要生了 可是就是会还是会很担心 会不会宝宝生出来有问题 疫情肆虐全台已经有超过400万人确诊 孕妈妈也难以幸免 如何照护同时确保母子君安 对医护人员来说是一大考验 从进入医院的那一刻起 就得经过层层关卡 除了由产科急诊快速通道生产过程中 医护人员全副武装 穿上动力滤镜式呼吸防护具 在跨团队的合作下 陈小姐历经四个小时 平安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也在我们那个做好我们自然产的准备下 我们有PAPR的防护 在我们的负押单位生产 那在我们的同仁大家一起 有六位同仁一起参与 余杰妈妈的生产 那在过程大概四个小时 那还算顺利 母子君安 疫情上未完全平息 医师也提醒孕妈妈们 做好个人防护 完整接种疫苗 配戴口罩勤洗手减少前往人多的地方 避免感染